争取不可以靠别人来跟我争取 一定要你自己的权益 自己的争取 自己的代表 你自己都不走出来 谁可以救到你 21岁的严敏华被外界称作小辣椒 2012年7月1日游行时 被一位女警员发生冲突 今年1月9日被控姚商女警员 判以袭警罪名成立 拘押了三个星期后 再被判入更生中心 其后向刀等法院上诉 在上月底获失 这次法院对严敏华的判决 被社会部分人士认为是政治艳遇 严敏华获释当天 她说她的心情战战兢兢 但无怨无悔 更生然即使有官司在身 她依然会尽量参与社会活动 我们以后的和平抗争 的路应该会很艰难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 绝对这一次走下去 民主会战胜归落 十年多前 严敏华跟一般香港孩子一样 不了解时事议题 她说她的家人启发了 她对政治的兴趣 种下了这不计较后果 也要参与社会运动 争取民主的决心 让她由一个懵懂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为社会发胜的公民 严敏华说 2003年的游行对她影响深远 启发她开始看新闻 发现香港并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好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她说她一开始 寄望于立法会去改变港府 其后期望当时的民主派代表 能当选特首 但是这两样东西都无法实现 让她彻底失望 错使她踏上抗争的路途 加入了政党社会民主连线 例如2004年之后 长毛选入立法会的时候 我觉得她这个是神经病的 最初我觉得她是一个傻子 到后来社会民主义成立 我都觉得这是什么 那么激进的 到后来再看回 比如说保卫天星皇后 当时我看到 那么多人说要保卫天星皇后 为什么政府还可以这么专横独断 说要拆除她 当时民间团体也有尝试 与政府对话 但根本政府没有理解他们的 就算是所谓的对话 都是随便敷衍两句就算 那么我就开始认同 原来社民里的抗争是对的 这个政府 你打算乖乖地跟她聊天的 她又不理你 那么我不找招招 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我就变成了很认同 成为一个抗争路线 所以就加油了 严敏华加入社民联后 渐渐投入更多社会运动 这些年来 她接触到不同的事情 在别人的眼里 她变得越来越激进 但是她认为激进的是政府 不是她 她说 她这次在遇众的经历 让她体会到什么是 逝去自由和政治冤狱 感觉到自己更不畏惧 香港政府的打压 她还押的阶段 最初我觉得很不可自信 这么薄弱的证据 都可以让我进去吗 不过说多无论 都进去了 去到里面 那一刻当然是不习惯 所以突然间要睡硬板床 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十点睡觉 吃什么 住什么 着什么 睡哪里 做什么都要被人限制 监视着 如果那个感觉是永远都不会适应的 但是你说吃东西方面 还有睡觉 你可以慢慢自己调节 但是你说生活上所有被人支配 这个是永远都不会习惯的 最初当然觉得很害怕 后来定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想 我有什么可以带出去给人呢 有什么可以留下呢 我就开始写了 写了 写有些欲中的诗歌 还有我写欲中的生活和编制 但是后来临走的时候 他就说不写得 不带出去就要撕走 结果就没有了 不过其实我自己还记得 要写出来都还可以 但是 他里面那个规矩就是 令到监狱变成一种很隐蔽的 不会被外人知道的 一种隐形生活群体 那个监狱的制度就是这样 他令你觉得 入去是一种很丑的 不应该被人知道的东西 被判刑的时候 他父母每天轮流到狱中探望他 又尽量参与任何声援 严敏华的示威 严敏华认为 他家人是他最大的支柱 严妈妈说 最近那一次的还亚 是严敏华的第三次被警方拘捕 但是当时没有想过 事情会那么严重 难以想象香港政府是会这样 他当时说给我 阿女儿说给我 没有事的 香港政府没有实质的证据 就是拉我入监的 只多是吓吓我 有空又叫我保释一下 就是去签导那些 我就是我 我一向是这样想的 他也是这样想 但是其实 在他自己的内心都想着 今次可能都没那么 没那么平安 这么出来的 但是他没有预先 说给我听 就是他怕我担心 严敏华说 他最担心的是他妈妈 但是他知道家人有信仰 即使会害怕 他们受不了 但是也不会过分的担心 出狱后 他看到身边的至亲 都能熬过这一关 他深信如果再面对 同样的事情的话 他们还是能支持住的 严妈妈表示 作为家长的心情 会感到矛盾 一方面支持他的理想 另一方面又会担忧 他的前途和未来 将会面对的困难 不过 他说如果严敏华 到了二十多岁 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路的话 他会更担心 严妈妈说 严敏华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 而他已经变了严敏华的听众 即使如此 他希望严敏华 学习多听别人的见解 分析别人的话后 再跟别人交流 这是他的理想 我们都要支持他的理想 可能会是很大的代价 但是 这是他的理想 香港的年轻人 是没什么资格讲理想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 很多父母 是用他自己的意愿 来带引他的小朋友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水平 带领他走什么路呢 是不是自己想得最好 最对的呢 我不认同自己 可以有这样的水平 小朋友 他自己最清楚 他自己的 如果他自己 你能清楚自己是走什么路的 你就尽管让他走 不是去偷不是去抢 不是犯法的 那你任由他走 人始终都是会撞板的 你各样都安排好了 他连撞板的机会 成长的机会都没有 对了 各样都安排好了 做人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我觉得 我要他做人 是以最有意思的人生 开始和结束 都要最有意思 不理他什么时候结束 严敏华说 他不顾后果的参加 社会运动的动力 主要是因为 他把香港当成 他自己家一样 因此愿意付出代价 捍卫这个家 因为我觉得香港 真是可以了 就正如有个贼 进来打劫 你家里抢了 你家里所有东西 奶粉都要抢 那你当然会去 保护你家人的 你不会考虑任何东西 你就要赶贼的 要报警的 很正常一件事 只要你当香港人 是可以的话 经过连年的抗争 经过失败 也常见挫败的自卫 他依然认为 即使某些运动失败了 还是能看到一些 好的附带效果 无畏 无惧 他说 即使其他人 不认同他的抗争模式 他也希望 其他香港人 能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家园 保卫这片土地的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在香港报道 正好 我 不认同他 是 不认同他 不认同他 渐 不认同他